超級冬季軍 吳東縣藍青梅 今天特別來賓有 佩佩儀 周杰倫 王嘉天 孫學智 楊思敏 還有 洪偉華 馬上進入第一島題目 你有看過 倩女魂姥姥的冥冥長蛇嗎 我的舌頭有8公分 8公分 他的舌頭長度 早就超過一般人的正常極限了 我跟我說話都聽不懂 我很脾氣 我跟我說話 我跟我說話話 你為什麼不反應 你跟我說話話 我聽不懂 要怎麼幫你贏 喂 我跟我說話話話 我跟我說話話話 我跟我說話話話話話 我跟我說話話話話話話 我跟我說話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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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話 我跟我說話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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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舌頭到底有多長呢 伸出來必定讓你目擊的比賽 挑戰軍事紀錄 究竟誰是名副騎舌的長舌腹 超級東西兵即將家常登場了 好的 現在這道題目非常簡單 這個是有一點罵人的 人家說你是長舌腹 要說話就對了 舌頭很長這樣 但是這個是生理構造 真的是舌頭很長的 裡面這個人 他的舌頭可以到地上 但是他趴著 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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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有人 但是很長啦 就是真的 跟大家比起來他舌頭比較長 我們現在馬上來看看到底 誰是長舌腹 請開門 喂 唉唷 厲害啦 我們來看臉型喔 對不對 臉要夠長 舌頭才會長 好 那我們來看這個 他的廬山真面目 真的舌頭有這麼長喔 妳的舌頭那麼長 一 二 三 黃小姐 二十一歲 對 對 這個平常很愛講話嗎 滿愛講話的啦 小時候因為無聊 常常玩自己的舌頭啊 對啊 就是小時候常常就是 因為舌頭長嘛 就喜歡吃水果的時候 像例如吃櫻桃啊 就會用櫻桃 就有那櫻桃梗 然後 打結 沒錯 然後或者是 或者是用舌頭舔舔自己的鼻子啊 對啊 無聊啦 舌頭舔到鼻子啊 對啊 無聊沒事做的 但是我看過舌頭舔到額頭的 真的真的 不信你過來 舌別人啊 裡面有看過 有些錄影帶裡面都很多 幽默 這個有沒有男朋友 有啊 有沒有跟他登得頭 這你要問他囉 聽說你還舌過男朋友的胃 對 好噁喔 算了 算了 這是第一位 好 再來是第二位 你叫什麼名字 大家都叫我牛舌餅呢 沒有啦 你叫什麼名字啦 豬頭啊 牛舌餅嘛 他外號叫牛舌餅啊 那他的 高孟玉喔 十幾歲 十七 十七歲 高孟玉很好聽啊 一 哪位 二 三 可愛的女生喔 看起來 謝謝 才十七歲啊 我兒子父母親的真傳 而且我是青春玉蘭跟聖玉蘭喔 聽他講話 這有一點 欸 注意 他是因為舌頭太長 長到在裡面 都是要把它捲起來 放在旁邊 我是青春玉蘭 這也是藍啊 所以他舌頭在裡面 是一圈的腹鼠 有沒有 腹鼠 所以我是青春玉蘭 穗如玉蘭 那爸爸媽媽舌頭也都很長嗎 對啊 而且我的寶貝舌頭 可是我最隱隱為要的地方喔 喔 那所以你就叫牛舌餅喔 對啊 而且我的舌頭有八公分喔 八公分 人家一般人不是都大概 三公分 五公分就很了不起了嗎 太狠了啦 八公分 八公分會很恐怖耶 你等一下需要借助道具 就可以出來嗎 還是需要有繩子吊起來 你才有辦法 不用...並不需要 三號 看他下額的構造很有可能 三號 看造型 他是真正的藏舌腹 叫什麼大名 李秀梅 外號叫導導 李秀 李秀梅 梅花的梅 梅花是純潔的 誰又願意捨棄他耶 我愛說台語啦 我國語講那麼標準 我們台灣國語不好聽 我愛說台語啦 我就天生愛說話啦 我愛說唐舌腐 今天事實的 我們家的人就跟他家很大隻 你在親眼耶 我愛說話 說話讓我們先生都聽不懂啦 我不知道在說什麼 每次說話都不歡迎 歡迎說話 到時才後跟我們女兒說話就都聽不懂啦 我不知道在說話說 媽媽你為什麼說話說得那麼輕 你怎麼說話說得那麼輕 鳳姐上班喔 董事長都叫我講機關槍啦 還好常說話啦 跟他很愛說話啦 教會說話都不會打擾 我沒說三天天你都不知道 我先生是愛說話的 是 我如果喔 我每次說話都說出來 我如果不說話 痛苦說話就很痛苦 說幾句是最痛苦的 等一下 我說話給我一次 是 我說了 我不開心 我主持人 我如果要請教朋友 我說話說話再說話再說話 還沒打擾 還沒打擾 這位師主 聽妳講完我老實 先看如山珍面目 先來講 1 2 3 哪有答案正式 我剛剛是不是有突然間透露了一點 我說老老 他自己也講了 他是姥姥 姥姥 來來 我們家的人都說我十字 要說話啦 現在人都從長蛇虎 你頭問在哪裡 沒有啦 你這裡就有了而已 沒看 哪有啦 可能很軟的 沒看你又哪有 總自己有的人喔 五紅太紅喔 我看幾歲都要比較漂亮 要比較漂亮 要比較紅 人漂亮 還大就這樣 對啊 不然妳會有 不然整得漂亮就這樣 怎麼搞的就這樣說一說 那幾位 有心腹要怎樣 看不出來 有啊 有心腹啊 有孫啊 幾位子 我講的我們是罵的喔 我做罵啦 看不出來 我也准妳做阿祖 對啊 妳比較短我的心也會做阿祖 我... 遇到這個歐巴桑 我在廟口跟他聊天 聊一聊突然間就被追著打了 歐巴桑他會講話才不說長蛇虎 講話不太好啦 他會都講我幾關槍 講我講話這麼快喔 他們要怎麼蓋得到 他們啊 我人說話都聽不懂 我這麼疼的 我也說 我講話妳是怎麼不反應 好像在那邊吵架 他說 妳說得這麼快就要說什麼 我聽都沒有了 我不要跟妳說 你走完走我聽從藝連 你走啊 喂 從藝連時我說話才會聽不懂 我說沒有 我說妳是怎麼說話 妳都有聽不懂在幫我聽 喔 雞腸掌聲 雞腸掌聲 妳說話很快我聽不懂啦 我要... 好好好 謝謝 先繼續帶我們回到當年823泡戰的線 我猶豫妳跟郑輝一樣 拜託 泡團妳也說一三五打 單打雙五打這樣 我們來講話都很快的 我講難講不懂 妳這個路人妳可以塞車嗎 我沒有 騎車 腳踏車有 腳踏車 這路人跟人生龍 那個人可能有什麼戰敗喔 對啦 不然妳高興 不然妳嚇一跳 好 其實 拜託 跟夾杜洋這兩個 沒有 看是不是 我真的不懂 好 這樣要記過來 妳怎麼真的不懂 對啊 也要把那邊聽不懂 也要把那邊聽不懂 你嚇壞了 你嚇壞了 我跟妳嚇壞了 有孩子在那邊說話都說很快 跟人家叫我跟他都跟他不聽 你幾歲 幾歲 四十九歲 我有四個孫 四個孫 我早幾歲 不是住在瑞安街 不是啦 好 今天我媽媽我事情大條 我身體有多元 我下班而已 還沒辦法得到安靜 對啦 我早上電話 我兒子都跟我說 長手不要說了 都跟我說 不是我講幾個三千 說我還不及其他 都這樣跟阿嬤 我說太多電話 你先收起來 好聽起來 這樣我再跟她說 怎麼都跟她說 她電話是太多了 我跟我說電話 電話就跟她說了 不要再說了 我叫我女子也跟阿嬤 我說怎麼不夠了 妳在碰 拜託 媽媽妳不要再說下去 我不要再說一句話 可以再說了 她都沒有完全不再說了 妳好 我早上電話也要長捨舞 我老师也要長捨舞 也要說長捨公 我要長捨舞 現在訪問後 這支找多少 嗯 這支找多少 好 是哪一支找多少 不會 我跟她說好 我跟她說好 妳跟她說好嗎 妳跟她說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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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麼四號 叫做什麼大名 妳不要說 我妳不要說 什麼 不要說 吳妮靜小姐 對 好 幾歲 16 人長腳就長 有沒有看到 欸 欸 欸 有沒有 知道我意思了 看廬山正面目 一、二、三 天酒 天酒 去台灣死中農的罪惡終結者 四位舊蛙 麗玉美的極致表現 語笑的暴力環點提琴 心臟不夠強 千萬不要冒險觀賞 你 驅 喊 轉 魔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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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一 二 三 三 一 二 吴宗憲大展霹雳交蛙 就在超激东西军 你是不是有钱借朋友要不回来的经验呢 是不是常常气得想骂 没关系 超激东西军目击全台湾的讨战高手 来帮你解决困扰 听说你一入行 就处理了一条2千多了 真的吗 没错 2千万全所收回 你现在不完全 你还留你在那边在 在那边吃 在那边睡 在那边吃又落下睡 你长得不亮 你还有 在那边吃 这边睡 吃又落下睡 OK 快完全 快完全 我就一直上 你这样子 你这样是在恐吓我吗 叫醒吗 我不是恐吓你 我从小到大讲话就是那么大声 你一定要跟我讲话这么大声吗 我这样子我可以告你喔 不完全 不完全我们要派杀手了喔 杀手来 杀手 上 该这么处理 要 我做什么 好 抄袭东西军 帮你讨回你的钱 帮你快乐过新年 谁是长蛇鳳 1 2 3 好可爱喔 你十六岁 他十六岁 天哪 你几岁 班长 十六岁来 请出列 班长 欢迎班长 你都请班长 不要十六岁 欢迎班长 班长 真的吗 班长 妈妈啦 欸 不做 不做 班长 班长 你怎么了 趕快叫加车 你应该是同学 他是知幽生是吧 保送的是吧 不是知幽生 至少也是知幽郎啊 知幽郎 知幽郎是做什么 教育部长啊 知幽郎 曾智郎 智郎啦 班长 你都不吃饭 你是不是很偏食 没有啊 没有没有 其实他也有长大啊 他只是往横的地方啊 角度是不一样的 好 谢谢 谢谢班长 好 这位 我真的才十六岁啦 十六岁的 你那样 你要搞不定 不然你的事 对啊 那个手头会被你管 你还说我这样 我真的搞不定 他来着骑鞋鞋 他来着骑鞋鞋 可以吗 三百 好 一支是我 一支是我 你把他唱完再把他说不定 你把他说不定 你把他说不定 他说不定 你不玩意 吴妹妹十六岁啊 在素食店把小孩吓哭啊 吃冰淇淋啊 對啊 其实我不是故意的啊 因為我吃那个冰淇淋 雙淇淋那样一甜 结果那小孩子就被我吓哭了 因为他都 有蚯蚓 没有 那个小孩跟他妈讲说 妈 你看 有一个 长得好像那个 对啦 同学 我们要用十六岁的心情 来面对他好不好 对他 要不然人家会指 哇 真的啊 十六岁啊 能够看到 哇 有蜥蚓喔 哇 好功夫啊 好 来咧 姐姐 哇 所以我能那么高 当然 舌头也会特别长 眼睛也会特别大 嘴巴也会这么高啊 真的吗 哇 哇 哇 好啦 这是四号 就这四位 注意喔 失败一下 来 请到前面来 注意 四杯 四杯在这里 好 她们要舌头 打樱桃节 来 欣梅示范一下 来 好 没事 很难 很难 好 注意喔 大家不要看起来 其实蛮难的喔 四位 请准备 好 真好 三号 终于不能再讲话 開始 只能用舌头喔 哇 三号 三号 妈咪 我看你再嚣张 妈妈很厉害喔 哇 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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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四 三 二 一 时间 到 好 哎呦 一号 是光光 二号 剩兩粒 三号 媽媽 最早完成四粒 但剩下一粒一直勾不起來 欸 我們四号妹妹也剩下兩粒 忠賢 加油 憲哥加油 忠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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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我知道我的舌头在演員圈是有名的 但是 等一下 他有名是因為靈活 而不是長 好不好 不信 請問下列這幾個人 欸 真的嗎 真的要是吧 來一下 來一下 嗚呼 憲憲 耶 你不可以說杯子啊 2粒 2粒 目標3粒 很難嗎 1 2 3粒 快要完成了 喔 這一粒難喔 這一粒很難 因為他水口 還想用吸的牌子 喂 這一粒沒有梗的 這一粒吸得上 我跟你講 我真的 媽媽吸一吸看那一粒吸不吸 2千塊 預備 7 手邊的噴噴喔 三號媽媽竟然吃了吳宗憲的口水 沒有...我連舔都沒舔到 好 時間到 他們桌面上也有好不好 我們來看看他們的 崔佩儀小姐 來 真的好難 我覺得 預備 開始 好性感啊 剩下一顆最難 好 太短了 好 歡迎第二位 洪瑋華先生 哇哟 這一顆的舌頭也滿長 長舌難喔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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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 楊思敏小姐 厲害 我們現在就喜歡看妳的啦 妳的最好看啊 一邊去 好漂亮喔 哇喔 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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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還有一顆呢 好了 謝謝 可以來 都這四位 到底哪位是我們舌頭最長呢 長舌腹呢 請選擇 好 崔佩儀小姐 不用看別人的啦 2號為什麼 因為我覺得2號的感覺 應該是舌頭會很長的 好了 彭偉華 我覺得應該是 2號就不可能是3號 因為他太靈活了 講話太快了 所以舌頭太長的人講話比較 比較慢吧 2號講話就是 他有點大舌頭捲起來的感覺 所以我應該覺得是2號是有可能的 現在我們馬上要來看看 到底哪一位才是我們真正的 長舌腹呢 我們1127 1號 請準備 3公分 5 5 那這個遜掉了吧 3公分根本很少的 2號 2號有沒有人選 先4號好了啦 4號只有一票嗎 4號有一票啦 4號 4號 你可以拿起來啦 5 這是你最長的 你也太短了吧 哇 人長多四肢 人長多四肢 這麼高 怎麼那麼短 嚇死人了 好 再來你們看3號的 好 來 請亮舌頭 2號高木羽 3號呂舊肥 到底誰的舌頭比較長 有了有了 長很多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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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分 媽媽 沒有啦 他差不多4 5公分 但是他頂在牙齒下面 你看喔 再一次喔 這也是啊 你大概是那個啊 4公分 對啊 難不成是2號 舌頭 來 來 預備 等一下 我可以拉彈一點嗎 天啊 他的舌頭 正在有8公分長 真是蜜蜂七尺的長舌腹 而且又靈魂頭 你真的可以舔到鼻子 好 舔到下巴我們看看 側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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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中間那邊 一條這麼大條 你跟我做一個動作這樣 預備 我們看看嘛 好不好 一 二 三 快點 三 所以今天 我們的冠軍就是我們的 2號 猜猜看誰是女警 好的 現在馬上要進入到 這一道題目是誰是女警 我曾經看過一個女警察被打巴掌 而且她穿女警的制服 天啊 在哪裡 然後她就拿著相機站在路邊哭 交通警察啊 不是 她是拍照那個 人家亂停車那一種 然後被對方 打一個巴掌 動出啊 那妳沒有下來救她 我不敢 沒有 妳 那個人好兇喔 不應該說妳不敢 因為打他巴掌的就是我 這人都很壯的男生 他自己亂停車 他一直罵那個女性 威樂這種狀況 我一定下來跟他拚了 開玩笑的 你敢喔 對方很強壯欸 你問我朋友 開玩笑真的不是在吵鬥 大家都搖頭啊 台灣喔 你們是搖頭玩的啊 好 那我們馬上來看看 誰是女警 請開門 天酒 謝謝 全台灣最焦膜的罪惡終結者 四位焦娃李玉美的機智表現 她的暴力方面也沒想 心臟不過強 千萬不要冒險觀賞 兩三 六 六 五 六 五 六 六 六 好 誰是女警 誰是女警 請開門 好 都不動 不動 訪問到那裡 那裡才開始動 好不好 四號一定會很可憐 四號玩 那槍管越拿越低 好帥喔 麗鎮 你叫誰麗鎮啊 他們啊 四位 少許 一號 叫做什麼大名 叫孫曉筠 孫曉筠 還不舉手 這樣配到你們 孫曉筠小姐服務單位 女警保護婦如主 專門來抓那些老公打老婆 老婆打小孩 小孩打弟弟 弟弟又打妹妹 只要是家庭暴力 他們都受理就對了 有沒有 一號女警 要處理的狀況是 長期遭受老婆酒後毆打的老公 因為不堪其擾 而去警察局報案 老婆 跪下 不要 不要 你跪下 你跳嗎 不要 我一天叫你在外面 那麼忙 老婆 回來還要看你這個 這個綠色 老婆我真倒沒娶到你這女人 舌頭 舌頭又不靈活 跪下 我每天要去印象 你知不知道 為了你為了這個家 不要跪下 我都要 不要跪下去 叫埃照 打打打 打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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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力 有一種叫錯位的東西 不是啊 就打這邊嘛 打 你也應該了解 注意 第二個提示是老婆 老公打老婆 你注意 你去死吧 你去死吧 你打我 我要報案 條妹妹 條妹妹 我老婆打我 怎麼了 我老婆打我 她每天都打我 而且每天晚上都要 我是在受不了 先生你來找我就要相信我的專業 我是說每天晚上都要打我 先生你要相信我的專業 這時候她如果來找我們 我們就要先安撫她的心情 要先安撫她的心情 來取得她的信任 我還是想跟你買檳榔 要不像檳榔小姐 好 提示到這裡 提示到這裡 搞不好她故意放煙霧蛋 對啊 第二位 就是 ANGEL SAKEY HI ANGEL 2號叫 楊盧蘭 楊盧蘭 好厲害喔 服務單位 航空警察局 真的嗎 解釋一下 你們都在做些什麼事情 做一些就是 如果有 通過那個 就是 通關 的通关的话 要讲通关密语 就是像有带一些 文静会逼嘛 有时候如果人家经过 会有逼逼声的话 我们会提他到旁边 二号女警状况处理 旅游客通过检查门时 发出来逼逼警告声 她会如何处理呢 好了 欣美姐你全身都假的 对对对 为什么逼得那么厉害 真的没有啊 后来我发现 有一个地方会逼 什么地方 那个不辣甲钢丝 哦 钢丝会啊 你看 你不要弹辣 真的 有有有 那你今天没有穿 我有穿 我有穿 嗯 诶 刚刚有逼啊 有有有有 有时候能感应到 哦 真的啊 对 哦 原来如此 后来就是告诉我 这件事你就告诉我 以后过那个不要穿不辣甲 我 我 我不会是那个 哇 哇 哇 屁的厉害 屁的厉害 哎 这个超级 还讲别人 好 再来是我们第三位了 肖秀如小姐 Angel 谢谢听 肖小姐您服务的单位是 我是警察局 110报案台 110报案台啊 对 真的吗 对 这个直接测试就了解了 证注于110报案台的三号离集 要处理最常遇到的状况是 接到二座局的报案电话 喂 喂 这位小姐 喂 你好 我被强暴了 你住哪里 我住家里啊 你家在哪里 我家在永和 永和哪里是 永和就永和啦 不要管那么多 那你先告诉我 你家电话号码 我家电话 我家没有电话号码 他们有五六个人 快点 快点 又来啦 又来啦 快点 有没有碰到重情形 最好就是把地址讲出来 那如果说真的来不及的话 太紧张妳要诱导她 对 不然就是依照她打的电话 我们去查地址 这样子 真的可以追踪得到 对 好 第四位叫做王之玲小姐 Angel Angel 那您服务的单位是 你好 那您服务的单位是 女子情缘组 宥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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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幼儿的 对 那来吧 四号女警要处理的状况是 伪装夜归女子 又不工人之老 她会成功吗 自己一个人啊 哈哈 有 有 有 嘿 有 欸 等一下 因為我們要安撫 所以我們要攻防他心防 所以我們必須有時候要迎合他這樣 所以換你遊囉 不是 不是 就真的說 他遊什麼一些 只要不離開這個場地為主的話 小姐 我可不可以摸摸妳的額頭 不行 不是 發笑就對了 發笑再來上節目 好 鼓勵鼓勵 唉唷 真厲害 好啦好啦 接著下來這個提示 女子啦 不能 不會這一招就是防身術 每一位都有練過 武功高強 對啊 要不然在路邊被那個壞人打 OK 事不宜遲就你來示範歹徒 又是我 好 一號三天被 一號 防身術示範 後迴旋踢 好 對不對 直接踢就可以了 他要有一個目標啦 憲哥你要小心這下可能不輕喔 2號 2號正面攻擊 正面攻擊 謝謝你 拿了一寶 寶刀 先慢動作 慢動作 快點啊 來啦 你要表演一下吧 那個那個 公手奪白人 正中央 來我跟青梅示範一次 慢 慢動作 快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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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 3號 3號 請拿術 這側面攻擊的 小姐 走 走 走 沒有 有練過 有練過 我看到他手把你指的聲音 來 4號 4號 踩拳道 懸踢 你 是不是有錢見朋友要不回來的經驗呢 是不是常常罵的想罵 嗯 沒關係 超級東西 目擊全台灣的討債高手 來幫你解決困擾 聽說你一入行 就處理了一條 兩千多的 真的嗎 沒錯 天啊 兩千萬全數收尾 你現在不完全 你還留你在那邊在 在那邊吃 在那邊睡 在那邊吃喝辣茶睡 如果你長得漂亮 你還有 在那邊吃 在那邊睡 吃喝辣茶睡 快還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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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一直唱 你這樣子 你這樣是不是在恐嚇我嗎 叫警察 我不是恐嚇你 我從小到大講話就是那麼大聲 你一定要跟我講話這麼大聲嗎 我這樣子我可以告你喔 殺手來 殺手 上...該怎麼處理 要...要我做什麼 衝擊東西去幫你討回你的錢 讓你快樂過新年 又到了歲末寒冬 過聖誕節 過新年的浪漫季節 你是不是一個人過聖誕 一個人倒數過新年 一個人吃情人節晚餐喔 如果你不想再一個人孤孤單單 不想再對你的玫瑰花流眼淚 不想要每一年都一個人過節 停止你的嫉妒 停止你的抱怨 你想要立志找個人來愛你 或者為你們的兩人世界嗎 超級東西兵造成一個 最新的找愛方法 You've got a man 嫁得很好耶 就要往上認識的 真的嗎 嫁到美國 還嫁到美國啊 1 2 3 1 2 3 怎麼樣 怎樣 那麼漂亮 妳看到她 妳有沒有先離開現場 她們兩位聽說已經訂婚了 對 恭喜 哇 恭喜 今天這是她們結婚的大喜之日 告別單身 董事軍叫你把理想前人一網打擊 誰是女子贏 誰是女子贏 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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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了 中了 沒看 再一次 什麼一次 再一次 再兩次我就帶起來了 掌聲鼓勵一下 厲害 她真的聽我還好擋到了 腰疏了 現在到底哪一位才是我們真正 非常厲害的女警呢 請選擇 全部 選3號 選3號 而且KK還用了Double牌 傑倫為什麼選3號 我覺得4號好像是樓道那種 不然就空手道的那個人 4號啊 對啊 我覺得所以我覺得3號 4號你沒有買過他的檳榔嗎 沒有 沒有 就那個 沒有 下交流道第一攤就是他的啊 剛缺人硬是把他叼過來啊 好 我們現在馬上來看看到底 誰是女警呢 現場倒數計時 最後一段時間 5秒 女警請開門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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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穿著這個天堂好漂亮 妳這個工作已經有幾年了 已經6年了 6年 有出去辦案過嗎 我說偽裝的話 就是可能就像像社廊偽裝這樣 打扮得很嬌嬰的這樣 對 好 相當不錯 再次謝謝他們 好 我們現場的這一道題目 基本上是加分題了 那大家都全部答對了 我們馬上看看下一道題目 來 誰是討債高手 唉唷 厲害了 接著下來這道題目是 誰是討債高手 唉唷 你看看 現在整個社會來講非常不景氣對不對 只有這一個行業算是蓬勃發展 大家都欠錢了 有人全部在幫他們討債的就對了 要再的就是要兩種狀況 一個是壞百民的 有沒有 一站穿就 金行李 有沒有 長得很恐怖 另外一種就是 可憐人 對 裝可憐 對 一進去就是 唉唷 還給我 要不然很可憐啊 怎麼樣 軟硬兼施 沒有不對 有些用法律的角度 有些用黑社會喔 很恐怖 我們一起來看看 有四個喔 聲音很歡迎百民的 但是 沒有啦...不一定啦 不一定喔 你們要看看這次 一個是真的 一個是真的 三個是假的 一起來歡迎我們的 好債高手 請開來 唉唷 我等一下來看他還拿低一點 唉唷 一號叫什麼大名 五百 小學 小學 一起來看小學 唉唷 東美 唉唷 有三寶 唉唷 人生貂皮 還有小學 唉唷 我跟你講 唉唷 是是 大哥...一起看 獨山真面目 一 二 四 唉 漂亮 小學學聰明 一 三 歡迎掌聲鼓勵一下 一百八十七公分 九十公斤 在這個小學 看得好像白白這樣喔 有一點... 有一點 是不是故意裝的 還怎麼樣 你幾歲 差不多 憲哥 對不對 好恐怖 你幾歲 我今天...我今天十八歲 你十八歲 你十八歲 你太成熟了吧 太瘋了 十八歲怎麼那麼老 你是都吃什麼 你是都吃什麼 什麼 吃什麼 你是都吃什麼 長那麼壯 就是殺人不殺人 夠了 我跟你講 你都吃什麼啊 十八歲不可能吧 對啊 六十八歲啊 你有沒有擦一些乳液啊 什麼之類的 都沒有保養 十八歲 唉唉唉唉唉 講真心話 你真的十八歲啊 唉唷 很恐怖 十八歲 大到這麼大張 那你... 我也是千百個不願意啊 一號淘汰 我們看到後面是... 你看... 他撥... 一撥你一下 你就走不過來了 對啊 我都一撥還好痛 你們是... 怎麼樣 跟人家... 比如要再要到一百萬 你們怎麼猜賬 蛤 都是六四的 六四啊 對 六四啊 那... 六四天安門事件的 對 你有沒有人 他在本地呢 你在講什麼我聽不懂啊 好 好 再來我們回到二號 叫做什麼大名 Andy Andy 搞得跟劉德華一樣 Andy老 好 我們來看樓山見面膜 一二三 你可愛啊 長的 哪一家保險公司啊 沒有啦 不是在保險公司 安迪同學 你幹這一行幹多久了 一年三個多月吧 一年三個多月 幾歲了 二十八 十八 二十八 你就保養得還不錯 沒有... 沒有... 你也保險得很好 是... 那你都去走哪一個路線的 就是收哪一方面的 像我們公司多半都是收票款 還有借款之類的比較多 就是一定要有證明文件的 開票給人家沒有辦法對的 你就來要 不是要有... 一定要有他的... 就是證明文件 不能說... 我說得還多耶 我跟你講 真的啊 不是 已經訪問過了 好吧 回復到正常 來...看著我... 看著我... Slip 等一下 就是有人跳票 我怕他攻擊我的後... 後方 好...第三位 叫做阿賢 阿賢你好瘦喔 一起來看廬山真面目 阿賢還... 一、二、三 你好 聽說你一入行 就處理了一條兩千多的 真的嗎 沒錯 那是一條貨款 貨款 對 結果有處理到嗎 有 差不多花了六個多月的時間 六個多月 因為在法律上面 我們要去法院申請一些 支付命令跟確定證明 還有民事判決 這麼專業啊 討債還有新絕招 上網 咦 上網 怎麼弄... 因為現在公司發覺說 景氣不好嘛 景氣不好的話 有錢能施鬼推磨 所以說我們在網上徵招 網路偵探 對 然後 如果網路偵探 他幫我們找到我們要找的人 確定他在那邊的話 然後通知我們 他就有一筆獎金可以拿 我想4號是今天可能性最高的朋友 怎麼說 我們就是看 叫什麼大名 沒有都叫我怪頭 怪頭 好 看廬山正面目 1 2 3 好 好 好 不過 哪一些人的債要不得 對 這些六何彩啦 賭債 就是六何彩啦 然後簽下來 狂小 那樣的我們兩個公司不愛講 代表 現在先要一直說一說 怎麼變台語了 我可以說台語了 我們可以... 我們節目跟最後要補貴貴新聞 為大家補貴今天的貴貴新聞 那個Pegasus海邊 大人上中人 大人上中人 好 就這四位了 現場 我們就來個討債劇 狀況劇 來 狀況劇 歡迎第一位KK 請準備 努力囉 Action 先生 你欠來小姐的一百萬 多少錢怎麼辦啊 大哥現在欠錢很平常啊 我欠高利貸 我也欠這個房貸 我還欠這個信用卡 怎麼還你 還就輪不到你吧 一百萬 改天再來吧好不好 拜託啦 喔靠 沒錢裝大聲啊 什麼事 拍對的一隊外面 你要不要走啊 後面的比得更搭啊 喔 這時候KK家的電話響起 喂 喂 聽說我兒子讀什麼 超級國小 五年十八班 聽說他長得還蠻可愛的 先生 有話好說的是誰啊 我就是跟你來過你家 那你討在那個小學啊 忘記了嗎 先生我不是不還錢 我現在沒錢怎麼還嗎 你又講道理嗎 又講我小孩子幹什麼呢 你 喂 來 改... 改... 好 掌聲鼓勵 唉唷 就是這招 KK演技演得真好對不對 真的 喔 他就是來要不到 喔 不給什麼 好 離開卡店 那個威脅就對了 說你兒子在哪裡 我都知道這樣就對了 來 2號請準備 2號 2號安迪 斯文的外表 使用的方法也是溫和泰 要詐的方式是 好好說 好好要 謙哲然到底還不還錢 領不領情呢 那就看安迪的運氣好不好囉 阿姨姐 妳好 妳的贈款 信用塔贈款 以前三個都會不會交了 才是多萬而已 趕快 對不起媽 右手在捏什麼 但是 我有跟你說啊 我真的沒有錢耶 沒辦法還你啦 不好意思啦 楊小姐妳這樣子 我們公司很難為喔 那如果真的這樣 無法還的話 那我們只好 只好採取法律附近 然後 跟妳們公司告知以後 從妳的薪水裡面扣除喔 不行啦 不行啦 不可以告示我公司的人 喔 太多啦 太多啦 那您看有什麼方法 能盡快跟我們 跟我們公司把這 這條賬款處理 那好吧 那我來想想辦法 那盡量 麻煩妳趕快 楊小姐 對不起 您那天跟我借了電話 我們要回去啦 謝謝 掌聲鼓勵鼓勵 這是二號 好 這是二號 來 不還錢就而來 只要不離開 對現代人造成生活困擾 達成還錢的目的喔 又到了歲末寒冬 過聖誕節 過新年的浪漫季節 你是不是一個人過聖誕 一個人倒數過新年 一個人吃情人節晚餐呢 如果你不想再一個人 孤孤單單 不想再對你的玫瑰花流眼淚 不想每一年都一個人過節 停止你的嫉妒 停止你的抱怨 妳 想要勵志 找個人來愛妳 或者溫暖的兩人世界吧 超級分析 告訴我一個最吸引的找愛方法 You got mail 嫁得很好耶 真的嗎 嫁到美國 嫁到美國啊 1 2 3 怎樣 怎樣 那麼漂亮 妳看到她 妳有沒有先離開現場 她們兩位聽說已經訂婚了 對 恭喜 恭喜 今天更是她們的結婚大喜之志 告別單身 東西君教你把理想情人一網打盡 超級東西君 Part 2來囉 誰 是討債高手 接下來是 討債高手3號阿賢 外型瘦弱 她的要債方法是 採用任何戰術 欠佔人不完全就賴著而不離開 被欠佔人造成生活上的困擾 最後達成完全的目的 她到底會不會成功呢 楊小姐妳好 妳好 妳跟楊心梅小姐到一個會嘛 一共是八百萬 她已經拖了兩年多囉 對啊 我們現在處理一下好不好 不然我很難做喔 對 難做難做啦 等一下 你們要不知道 楊心梅啊她很有錢耶 還要晃嗎 很有錢 可是妳也是欠她錢啊 對 真的沒有辦法了 我只有 只有命一條 你命一條是不是 沒錢不還錢 對啊 兄弟來 來坐嘛 好 你們有做什麼 坐上 坐上 來來來 大哥 都可以坐上 隨便坐來 隨便坐來 都可以坐來 自己家啦好不好 這是我的茶花咧 這是我的桌子 全部都可以借來的 可以隨便坐上 坐坐 冰箱在後面要吃什麼 喝什麼自己拿 怎樣啦 現在不是太多分了嗎 不還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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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我把它翻譯出來嗎 不還錢 真的沒有辦法了 真的嗎 我要翻譯囉 謝謝娘 不還錢 真的沒有辦法了 我要翻譯出來囉 不還錢 告訴娘 要不要還錢 還是沒有辦法 打手你講句話嘛 打手你講句話嘛 不還錢的話怎麼辦 幫我們唱個Rap給他聽一下 唱Rap對不對 明星討債要 你現在不還錢 你還留你在那邊站 在那邊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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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那邊睡 在那邊吃 在那邊睡 快還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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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一直唱 唱什麼歌 又是賣餃子 又是 又是 好玩耶 你們來得真好玩耶 什麼 開玩笑 明星討債 沒見過 等一下 掌聲給你 好 這很好 好 這很4號 討債高手 4號外頭 天生嚇人的外人外型 加上超大的嗓門 是最佳的討債方式 加上明星討債團的助陣 對欠債人造成極大恐懼 想不要錢都難啊 你們好 我是討債公司的 討債公司 討債公司在我們家幹嘛 你認識吳宗欣的討債嗎 認識啊 他我朋友 那OK 你之前跟他調了一筆 貨款 你說要給人家貨款 300萬 有嗎 那你可不可以什麼時候 方便出面一下跟我們 有這回事嗎 是誰告訴你 我欠他錢 好了 我一筆羊 我們都有證據在 有證據 對 我可以叫我們 那你叫他本人來就好 你叫這麼多的流氓 嬉皮流氓來 我們家要幹嘛 嬉皮 基本上 基本上 你跟他借錢 我們都有證據 講清楚 你跟他借錢 我們都有證據 我們都有證據 現在討債也要有造型 你懂不懂 我們都有證據 那如果OK 你不相信你可以去叫警察來 叫警察 對 你看你們這邊都嬉皮 這樣恐嚇我一個弱女子 可以啊 那麻煩我們現在撥個電話 我很危險 我們現在撥個電話 叫警察來 你這樣子 你這樣是不是在恐嚇我嗎 叫警察 我不是恐嚇你 我從小到大講話 就是那麼大聲 你一定要跟我講話 這麼大聲嗎 我這樣子我可以告你喔 我叫你就是 告訴你 對 這件事有寫說 我要什麼時候還你錢嗎 有 沒有啊 我跟吳宗賢非常好的朋友 你有什麼事情請他 請他本人來跟我講 大哥 過來 怪董 奇怪了咧 我要做生意了 事到如今啊 我真的一定要把這件事告訴你 是 你真的很像菜頭 你真的很像菜頭 這筆文字 你是要不可以啊 不如 現在 你就唱個Rap給他聽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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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臉色已經很難看了 我等一下還有四 我還有一筆款式要收 對啊 對啊 今天來我晚上還有 7點還有事情 敬業的怪頭 大哥 既然你還有款式要收 我們把我們的幸運服 送給你 戴在身上 保平安 不完全 掌聲鼓勵 4號 怪頭 喂 這什麼樣子 還真好玩 這個藥菜 如果藥得這麼好玩 其實大家也滿開心的啦 去到他們家亂鬧 哪一個牌子 不還錢 告訴娘 這也滿好的 好 現在呢 到底他們四回當中 哪一位是我們真正的討債公司的討債高手呢 請選擇 來 加千 因為我覺得他討債的那個功力很 很 很 很讓人家覺得他就是一個討債公司的人 而且討得很像 鞋子 對不起 這個討債的公司的員工一定長相還有穿著一定有個基本款 那麼這個4號就是那個基本款 就是討債的基本款 因為2 3號呢長得太 感覺上會要不到錢那種感覺 揮選4號是吧 好 到底哪一位才是我們討債高手呢 現場倒數計時 最後數計時 5秒 討債高手 請開門 3號 哇 對啊 柳鴦王子欸 來... 效果 哇 你是學生吧 阿賢 真的嗎 你真的是討債公司嗎 你幾歲 21喔 21 那你幹這一行多久囉 大概6個月 6個月半年 他剛剛講的都是真的喔 那這一筆帳是怎麼樣收回來 就是讓他分期付款 你們有動用到這個另類的事例嗎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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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怎麼收 你會還我 那人家就是因為不還啊 才會找你啊 對不對 那找你們怎麼樣拿到這筆錢 我們去法院申請支付命令跟民事判決 還有確定證明 所以你們在法律上也是站得住腳就對了 對 沒錯 那阿賢你這樣一個月多少錢 是有討到錢才有錢 還是有基本薪水 沒有基本薪水 就是有處理多少 然後 好 正確答案是 正確答案是 正確答案是3號喔 3號 所以大家全部槓規 喔 厲害了 我們這一題就省下來了 馬上看看我們決戰一題 來 再來這道題目就厲害了 這個是一個 算是跟現代的潮流有關係的題目 是網路嗎 網路戀情 現在很多人都在網路上交朋友 所以你們上網的時候特別小心 好不好 有上網經驗嗎 崔佩儀小姐 我還好 因為都在排戲所以比較 不太上網 杰倫呢 有啊 有啊 怎麼樣 色情的 網站 寫真集 網站這樣 網站 讀一讀 這樣 你小心不要再穿紅衣服喔 好不好 我穿了也不要到嘉義去喔 現在有穿紅衣服 對啊 要不然 吳鳳就是這樣被幹掉 對啊 嘉謙有上網嗎 上過那個成人的網站 唉唷 對 那是男生的嗎 就是 有那種 他們有好幾個網站 就是你自己想要去什麼網站 你自己尋找 然後找到以後 就可以跟裡面的那個網友講話 就全部打字 就聊天這樣子 我看過成人網站 四大天王的那個地方 唉唷 全螺 那個是用街頭的 合成照 他會動耶 對啊 所以網友大家這個要負責任 不是就是說隨便亂玩 隨便亂放炮啦 亂罵人這個都不太好 廖同學 那就是網交了 有沒有 有沒有上過色情成人網站 沒有 沒有 認為他有的請舉手 好 謝謝 全跳通過 我們一起來看看 天生一對志 網路練習 請開門 預備 那不是剛剛那個一號嗎 但是換成差不多 差很多 第一 男生叫做黃良榮 漂亮的女 黃良榮 女生叫陳怡玲 好 我們先來看看他們如山真面目 1 2 3 有 有 有什麼啦 狼才女貌 你們兩位認識多久了 網上面認識 快一年了 快一年了 上哪一個網認識的 一網情深 一網情深 這也是郊遊網啊 對不對 那麼女生聽說 因為她的暱稱才跟她聊天 為什麼 因為我是第一次上網聊天的嘛 那第一次上去 我也不知道要找誰聊 把她該怎麼聊 然後看到暱稱 叫阿偉阿中 Andy Jackie 這都很平常啊 然後我就看到她的名字 Jacky也平常啊 妳就比較長嗎 Jacky很平常 好多人好喜歡用這個名字 真的嗎 那我要改Monkey 不然 人緣 然後後來呢 然後後來我看到她的一夜情 對 然後我覺得她很特別 她自己的名字叫一夜情 對 One night stand 對啊 然後呢 所以我就想說看她 跟她聊聊看看 是不是說跟她的名字一樣特別 一樣的開放 結果呢 男生 其實我是覺得說 上網的話 取一點比較特別的名字 比較多人能夠跟我聊天這樣子 真的 我也看過有上夜情 然後我是好玩 就跟她聊聊聊 我聊怎麼樣 我資料各方面都很好 以前她說 好 要不要約出來見面 我說 我心裡想姑且試試 我說好啊 然後她說 後面是寫什麼妳知道嗎 那妳可以給我多少錢 那網路援助交際有什麼兩樣 對不對 但是她就用一夜情 對 只是因為先生不在台灣 唉唷 很恐怖 我跟妳說 妳兩個比較差不多 是妳比較差不多的吧 沒有 沒有 我是試試試試 不過妳給她多少錢 沒有 沒有 後來我就想說尷尬了 我就說 好啦 我騙妳的 其實我是女生 這樣 她說 好啦 沒關係 我們還是可以見面 其實 是怎樣 騙來騙去 糟糕了怎麼辦 就是 網路上就是這樣 好 第二一組 男生叫做 喂 郭瑋伯 女生叫做 沈軒 沈軒 郭瑋伯 好 那我們來看看 廬山真面目 1 2 3 好可愛喔 好年輕喔 兩位是在哪一個網站上面認識的 我們是在交大BBS上認識的 我交大BBS站應該算是 國內最早的 這個網路上面可以互通的一個站 那麼 什麼時候決定見面在一起 我們平常就會 約差不多晚上12點 多的時候聊天嗎 然後聊天聊一聊 聊到快一點半的時候 就停電了 就是921那一天 對啊 然後停電之後我就覺得 想說算了 沒關係 因為明天還是會聊 結果沒想到弄沒多久 就大地震 那時候我才嚇到 我急死了 因為 突然 就是電都沒有了啊 因為那時候聽廣播的時候 聽到新莊有那個移動大廈倒了 然後就急忙忙跑出去啊 然後後來想到 那時候 因為我有留他手機嘛 然後我就忙打給他 然後後來 通的時候 我就問他說 他們那邊的狀況怎麼樣 然後那時候他就跟我講說 倒的不是他們那邊 怎麼講 鬆了一口氣啊 對啊 可是我覺得你們好辛苦 你已經有手機 你還在那邊打字打個半死 然後在那邊網上聊 不...那感覺不一樣 我告訴你喔 不...還有一點喔 現代人就怪了 我告訴你 寫信是最有神韻的 對不對 沒事 留個字條給他 那感覺完全不一樣 跟講話那是不太一樣的東西 對啊 打手機跟那個 對啊 不一樣啊 3號 3號 3號男生叫做 劉顏佑 劉顏佑 女生叫做 張愚文 好 那麼兩位 我們來看看廬山見面目 有沒有 尖面目 尖面目 還會咬到舌頭一樣 好 看看廬山真面目 來 1 2 3 怎樣 那麼漂亮 怎樣 對啊 男生很可愛啊 你什麼態度啊 不錯不錯 兩位怎麼 哪一個網站上面認識 翻屬騰 還網坡幫 翻屬騰 對... 是... 網坡幫啊 對啊 那他有形容過他長這麼漂亮嗎 不會啦 一般漂亮而已 是嗎 對啊... 反正漂亮女生會隱藏自己喔 他會說沒有 我很普通啊 又怎麼樣 體重大概90幾啊 身高132啊 大概 那會不會長得像方形 不會 他是魔術方塊 綽號叫什麼 綽號叫肉圓 什麼之類的 就說讓人家覺得 你是有誠意 我才跟你交往 當時美女怎麼樣形容他自己 啊... 暱稱就是 真得意啊 真得意啊 真的真的 很得意啊 真的要試試看看 你的暱稱叫什麼 了不起 了不起 配上真得意 是了不起還是了不起 了不起 了不起 那不用看醫生 那麼第一次 兩位見面的時候 是在多久之後 大概一個禮拜後 一個禮拜就見面啦 對... 誰提出的 誰提出 當然是他提出的啊 他提出來要見面 你看到他 你有沒有先離開現場 為什麼 沒有...長得很帥 又不是恐龍對不對 因為我看到他的時候 我覺得還蠻好的 因為很多網友 就是把自己形容得很帥啊 很高啊 然後都多酷啊 然後我這樣子 很高啊 但是我就說 看到他的時候 我覺得我沒有那種失落感 心裡沒有那麼大的落差 這樣子 其實他跟他形容得 還蠻接近的 只是他比我想像中 很老實多了 這樣子 哦... 了解了解 後來你就決定 他就展開追逐對不對 就開始追他了對不對 對 然後就是聊天聊天 有空就是搭 就上網就聊天 什麼時候答應他的追求 一年多吧 一年多錢 一年多錢 上那麼久喔 對 就這三組人好囉 快點... 好 那我們現在馬上 要來看看他們的網路真情 告白 第一組 你不要再聊了 陪我去逛街嘛 不要打擾我們小兩口 你看看螢幕上面 還記得這個螢幕上面 我們曾經在上面卸勾過嗎 當然記得囉 我還記得你跟我說過什麼呢 你說你會愛我一輩子 會照顧我一輩子的啊 這後面姿勢有多難看你知道嗎 對啊 男生腳還打那麼開 男生還往後仰 男生妳要夾起來 對啊 腳打那麼開 女生腳要多開你知道嗎 差一點勺子賣餃子了 來 兩位請坐 什麼意思 還有… 還在跟誰聊天啊 這不是你嗎 大笨蛋 你紅什麼臉啊 對啊 我現在知道通關密語了 原來只要這樣講就可以 大笨蛋 只要通關密語講對就可以喔 只要通關密語講對就可以喔 來 大白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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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講錯了不能請講錯 來 兩位 第三組 預備 去 吳文 讓我牽妳的手 這一輩子 讓我好好疼妳 照顧妳一輩子 讓我們這一聲相扶醜 和我相扶持 通常走完這人生的旅程 唷 真的很高興在網路上認識妳 不要這樣說 我知道我脾氣比較壞一點 我知道 以後就請妳多單單一點 我也會感激 不要這樣說 不要這樣說 嗯嗯 不要這樣說 我現在在網路上認識妳 不要這樣說 我知道我脾氣比較壞一點 我知道 以後就請妳多單單一點 我也會感激 不要這樣說 嗯嗯嗯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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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啊 這個粘稠度是非常之高的 你知道嗎 好了 現在就讓妳們來猜了 到底一二三組人嗎 她們哪一組是我們真正的網路情侶呢 請選擇 為什麼 我們懷疑 因為我們現在就是憑那種 就是一般會在網上談戀愛 應該大部分是學生嘛 年輕 所以我們把三號 她們可能是情侶 但就是網路情侶 我們把它排除掉 然後再懷疑二號 可是我們覺得二號比較有可能 因為二號就是很學生的感覺 好來來 謝謝妳們這邊 許同學 其實我是覺得一號他們兩個滿有夫妻聯的 可是這樣看起來裡面 三號是最像上網 因為那個先生長得很忠厚老實的樣子 應該平常很喜歡接觸電腦 然後他們又交往一年多 可能快結婚了 先在這邊恭喜他們 應該是他們 又又又 還先恭喜他們 好好好 算妳狠 那到底他們當中哪一組是我們真正的網路情人呢 我們現在馬上要讓大家來看看正確的答案 現場倒數計時 最後一段時間 5秒 網路情侶 網路情侶是 瑋珊如 好可愛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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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聽不聽 聽喔... 真的是他們兩個耶 好厲害 他們兩位聽說已經訂婚了 真的嗎 對 就網路見面 然後認識到現在 然後後來覺得真的不錯 就訂婚了這樣子 對 恭喜恭喜 恭喜 對啊 真是恭喜啦 男生講講內心裡面的感受嘛 是不是 遇到他 就會有一份想要歸屬的感覺 所以 會積極去努力追求 好好把握住這一份感情 好... 而且 他一直對著你講 對啊 我也不知道該怎麼回答 我願意 來...女生... 未婚妻... 未婚妻... 記得我們像我們第一次 一起吃飯的時候 就很尷尬 很尷尬 非常的尷尬 因為 平常不用看到臉 就這樣講話 就不會尷尬 但是... 但是面對面 坐在一起吃飯的時候 就覺得 就覺得手足無措 然後不知道該講什麼 甚至他最後講了一句話很好笑 就是 如果我們坐在窗戶旁邊 可能比較不會這麼尷尬 為什麼 比較人多走來走去這樣 蛤 而且...對啊 搞不好還有走過去看自己項鍊 看鑽石的 對啊... 那不是廣告裡面 他們兩個也糟糕了 不過當天兩個人 點的菜都滿尷尬 什麼... 青針螃蟹他德國主角 忙都忙不過來 還聊什麼天 不好意思啊 你好 你好 好 恭喜你們了 真正我們的一對 是我們第三一組了 再次恭喜他們 古早古早 古早時代的鮭魚 常透過沒錯之言 而結尾夫妻 60到70年代 老一輩的說過阿姨們 也都喜歡藉由相機 來增加選擇的機會 80年代 80年代 年輕男女 早就不吃這一套了 金桶季 校園中的欣欣學子 最喜歡男女女交友的方式 就是機車聯誼 藉由女方抽選 男方汽車鑰匙 而原地有衣服的機會 是非常稀鬆品嘗的 找愛的男女 普遍用烤肉茶會 來尋找另一半 告訴你們這 新時代的新選擇 網路世界 讓你的緣分增加一千倍 全民上網時代來囉 全台上網人口 已經突破百分之五十 透過網路 而成為男女朋友的網友 也高達百分之三十五 別遲疑了 打開你的電腦 你的另一半 正在等著你呢 但是網路多限極 一切多小心 超級東西軍關心你 超級東西軍 神秘大家送給你 猜猜看誰是討債高手 好厲害了 所以我們今天四道題目 都已經完畢了 所以我們今天我們的冠軍 就是我們的 崔佩儀彭偉華 謝謝大家 我們兩位非常的厲害 又再次現場們現場 就會加密砲 我們下坡可能時間 繼續回來了 好 超級東西軍 謝謝大家